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那我们就进入主题吧 好 这个才艺大师先走选用的是兵器禁衣 先指路开局 我现在发现我们最近录的一些节目都发现 这个红方先任指路的比例很高 是吧 那就是向打联赛或者是男子一些顶级赛事 对 选择先指路的变化多一些 对 我平时遇到一些棋友还会问我 蒋大师 你们比赛为什么现在走中炮的这么少 这个估计是现在信息时代布局 大家都非常广布局面 非常广的话 所以呢 我们对中炮系列总感觉走完 就可能布局结束就齐局就结束了 所以我们会希望布局的战线更长 有可能中局的争斗还会更长 所以选择选择面更宽一些 因为仙人指路好像是变化很复杂 除了这个以后走一些散手战以外 还可以走成环架中炮武器 所以说仙人指路它在布局方面的选择性 可能较中炮来说更多一些 尤其是现在大家这个布局都是非常用功的 所以说经常就会选择一些这种事项器 黑方实战是选择了对冰 逐期禁议 应该对冰也是比较常见的一些下法 除此之外 炮二平三 足底炮 应该说最为常见吧 对 炮二平三可能是最主流的 其次对冰可能是第二打主流的棋 对 除此之外 可能像我们是不是还看到以后的飞象 飞象 骑马 还有些什么手机吗 还有炮八平四 是吧 炮八平四 炮八平五 对 它们都挺常见的 是 实战这时候李大师走的是足期禁一 这个这步棋呢 红方棋的选择点也挺多 对 有马八进七的 有炮八平六 炮八平五 炮八平四 都有 好像 对 还有炮二平三 还有不像啊 对 是 应该说体现了现任指路布局的多面性 对 多面性 实战红方是选择了 炮八平五 等于有环架上中炮 是 值得这里说的呢 炮八平五啊 应该说也是一个比较积极的下方 是 这个才艺大师呢 应该说去年啊 向甲联赛成绩表现得挺不错 好像近赚三盘起 所以呢 今年也有幸代表这个 不是 应该说也是被强队 上海队看上 对 这个代表应该说也是 上海也是独冠热门吧 是 这次他们也是戒掉了这个才艺大师 也是希望今年的联赛呢 能够继续发挥出色 那实战这个红方炮八平有黑方 如果走马二进三 是不是就还原成中炮对平方马 对 尤其近三并布局 我们把这个比较常见的 我们摆一下吧 那有可能红方马八进七 那鞠一平二 红方鞠九平八 黑方再走马八进七 这样的话呢 红方也有很多的选择 炮二平三 炮二进四 当然最常见的还是马二进一 边马以后走边马五七炮 或者五六炮 对 那除此之外 黑方这个不走马二进三 对 就是说我 就马还没跳 你还中炮的时候 我走马八进七 也比较常见 你这时候马二进三 我是不是可以炮二平四 这下车后手反攻马 对 也是比较常见 那就是说明黑方现在也是选择很多 就是红方淮安中炮以后 就是说这个时候 那黑方当时实战他选择的是 向三进五 这个呢应该说 此局面下选向三进五比较少见了 是 应该说唐大师刚才说的 马二进三 马八进七是比较常见的 对 李鸿差大师呢 顾及到这个才艺大师啊 也是一位布局比较用功的骑手 对 他不希望这个布局被对方所准备上 所以他此盘呢 也并没有选择常见的下法 而是不走寻常路 选择的向三进五 这个其实要我们想 这个索性能不能 可能很多业余骑手就说 我就炮打中兵了 你既然给我吃了就吃一个 那我们摆一下 打中兵会怎么样呢 打掉中兵的话 他十足进五补一手 接下来红方呢 肯定还得出动大子 走马八进七之类的 那么黑方就可以 马八进七或马二进四都可以 这样子或跳马 马二进四可能更好一些 可能退一步 你退足的话 他是不是足三进一 就迅速反击了呢 对吧 对 以后正好马上居于平三了 这样的话 黑方通过弃了一个足 而获得了居于的快速反击 黑方应该说也是比较满意 对 大子这个迅速出动了 所以说这个还真是布局阶段 我们一定要不能随手 吃足 不能随手吃足 那红方实战是走了个马八进七 红方呢 还是希望黑方走马二进三 或者马八进七 还原成刚才的平方马 或者反攻马阵型 对 实战黑方走了一个马二进四 是 对 李大师呢 还是不走寻常路 对 我觉得这个李大师 他的骑 这盘骑感觉很飘逸 对啊 是 就是这个拐脚马 以前咱们也给齐友们介绍过 就是如果他 如果一不小心走错了 对 他可能就会 没办法去挽回局面了 对 那这盘其实他上来 就是一个拐脚马 是 好像就是给了 红方一个进攻的目标 对 本来说你要是挑正马 我还没有一些进攻点 对 但是你拐脚马 我马上可以长横车 是 来针对你这个拐脚马 做文章了 是 所以说我觉得李大师 这盘下的也真的是很 很飘逸 对 飘逸 是 就是走的招牌也是 这个 也是我觉得这盘也挺有意思的 是 就是说他又是上来 就是三四个维和 就把这个布局 对 给取消掉了 是 就是让大家就进入中盘战斗 对 是 那这时候呢 才艺大师也确实 像刚才唐大师所说的 你竟然还敢 第三步就拐脚马跳上来 对 那我也是赶紧跳马 准备起横拘去盯住你的拐脚马了 对 黑方这时候走拘平三 这也是拐脚马的一个 很特殊的一个战术手段 是 这个拘就很快就亮出来了 对 这个时候呢 才艺大师还是贯彻自己的思路 拘一进一 对 拘一进一 他是准备走拘一平六 去制住黑方的拐脚马 这个棋 以往是不是也有人下过这个棋 是不是都走马八进棋 对啊 对 马八进棋呢 就还原成比较常见的 弘方也有可能会走拘九平八 或者拘一平六 黑方呢 都是拘九进一 拘九进一 接下来我们要再拘九平八的话呢 他有可能会马七进六啊 马七进六这么跳上来 这么跳也是比较常见的 这个也是一个以前前人下过的棋啊 对 是的 那应该是 应该很复杂的一个局面 对 但是当时这个 这个 李大师 他没有选择这个马八进棋啊 对 一般是挺棋足肯定跳正马 对 他走了一个泡八平七 泡八平七 还是不走寻常路 是 是吧 就这几步棋来看 我们就觉得这个 对 黑方这个 这个下棋挺有目的性 或者挺有针对性的 是的 他就是说 想要尽快地来出动大紫 来制造一些 尖锐的一些点 对 泡八平七 那弘方当时是拘一平六 拘一平六 一抓 抓马 黑方肯定得拘九平一 一看上 对 面对的黑方的这个 应该说抢先 一个新思路出来 这个 洪方才艺大士 也走得有些保守了 这步棋呢 他是怕他足七 进一过来 是选择的向三 进一 对 向三进一应该说 是有些保守 那这个棋 当时想的是补一手 像吗 因为你这个 对 你棋兵过去 你棋兵要反击嘛 很厉害 是 那而且是除了 棋兵过去以外 是还有这个足三 进一对足的一些棋 对 那这个两手手段 三七线都是有问题 是怎么去更好的去 是 去这个有针对性的招法 这个时候其实 洪方可以考虑 大胆地走 兵五进一 你如果走足七进一 过来的话 甚至可以就弃子了 这有一些弃子手段 弃子手段都可以考虑 那我肯定得吃掉 你要打掉 我就把七进五再上来 那我炮七退一呢 那你要七退一 我接下来或者再兵五进一 冲进去吧 这个棋呢 我是不是因为 马八进七先防一步 马八进七先防 这样的话 应该说 可能你居九平八 再居九平八 红方的出子非常快 并且呢 对黑方的阵型 也是挤压比较大 并且呢 他随时过话 过三兵啊 什么都有可能 关键你居九平八 出了以后 下部就可以足五进一吃掉 对 那我如果不理的话 不理就吃过去了 对你现在吃过来 我怎么办呀 我这个炮好像也不能躲吧 躲你还有G八进八的棋 是 应该说 红方棋子啊 攻势是非常的迅猛 对 而且现在是不是可能 还有冲三足的棋 对啊 我飞掉的话 你滚掉 以后马五进四还有姜 是 这个等于中路的 攻势太大了 那我们再摆几遍 他给拱了呢 拱了的话 他就打一姜呗 打一姜 你还不能跳四路马 就炮丢了 对 那不是这个马丢 只能这么跳 马七进五 过一块 他是不是马五进四一灯 炮二平五 再架上去 对 马四进五 马五进四一灯 先蹬着你的炮 你炮要躲了 我就炮二平五了 对 这样中路非常的猛 而且以后有点拘的棋 是 应该说 这还有底线漏风 这都得注意 是 红方还大展优势 对吧 对 看来这个 有这个棋子的手段 对 就是我们可以作为一个参考 当成局面下一个参考 就是这个棋 就可以冲中兵 但是呢 比拼速度 这个局面是在正式大赛当中 第一次出现这样的局面 对 所以才艺大师呢 可能不敢这个气质 面对李鸿佳大师 咄咄逼人 他一想 毕竟先丢一个大子嘛 对 总感觉有点不肯 而且这个联赛 这个最高级别的一个赛事 还是 赛起来是有一定的压力的 对 有一定压力 他当时 上三进一 可能是缓了一手 对 尤其呢 唐大师刚才说的非常 对啊 上海队也是个强队 他有孙永珍特大 跟那个 谢敬特大 两个特大 然后呢 并且现在赵伟也 非常的厉害 所以 其实才艺啊 也是稳中进取就行了 这不用说 拼得特别很 所以他的思路呢 其实一直是希望 能够在自己的 控制范围之内行骑 对 这当时 并武精一呢 他怕控制不住 所以呢 他是选择了 项三进一 稳健的一步骑 对 那黑方这时候 黑方走了 马八进九 马八进九 黑方呢 也是正常的初子 初子 接下来呢 洪光是选择的 并武精一 对 这时候再走了 他走并武精一 但这个时候呢 不精一进啊 布局阶段 我们说都是比的速度 对 我们这部向三进一 应该说让自己的速度 缓了许多 是吧 对 黑方其实我觉得 从布局开始 就已经很有这个计划性 对 他就是说 我为什么要跳拐脚马 为什么要骑路炮 就是我要现在 黑方的各个大字都出来了 对 这个就是我们也体现了 这个业余 其实我经常说的 这个拐脚马的 这么一个优势 是 就是子力出东快 对 那这个布局上 是不是就像刚才你说的 这个黑方已经取得了一定的 满意了 反先知识或者是 他的大字出的更快嘛 所以肯定是满意了 对 那 接下来这部棋 他也走得非常好 好像是走了G9平8 G9平8 G9平8 G9平8的话 他有什么效果呢 他就是控制了你马三进五的路 因为马三进五他吃着炮 对 所以呢 他这部棋下的也非常的老练 他 让红方发不了力了 对 红方当时走了一个炮二退一 炮二退一 对 因为呢 他想动马的话 势必要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所以这个时候 红方只能退炮去解决这个问题 对 这时候黑方也是走得非常的 应该说积极 他说足气进一 进一反击 这个足气进一肯定是气足了 对 你红方的吃食肯定不能吃 红方肯定是飞掉 这时候有棋友 有些棋友就会问 这个足我气的是不是划算了 对 其实像这种足啊 尤其在布局阶段 气了还是划算的 对 就是让红方的这个阵型更灵乱 灵乱 因为像飞起来的话 红方过后这个马更难跳了 对吧 而黑方呢 你看通过气足过一会儿 马九进七登上来 马就是威风八面了 对 然后马七进六也有点了 对 是的 所以这个气足应该是一个很常见 或者很好的一个战施手段 对 他这时候跳了一个马 马九进七 应该说布局阶段的李洪家大师 都是按照自己的这个思路 把大字都出来了 对 反观现在红方 你看啊 现在布局阶段基本上都在自己绕圈 居一平六 然后向三进一向一进三 一个向就走了两步 对 并且呢 过一会儿还得防止你马七进六 还得多马 是吧 对 红方呢 应该说大字也是处于 应该说开展的缓慢许多的这个境地 是吧 对 当然是红方走了一个马三进五 马三进五 对 那么我们来看看 接下来黑方是如何这个行动的呢 对 行兵朋友们那个稍事休息 马上回来 好 齐民访问们 欢迎您继续收看《相机世界》栏目 接下来是才艺直红对阵李鸿佳的终局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齐当时李鸿佳是走了一个 逐三进一 逐三进一 反击 在他大字都占据了要岛之后呢 他也开始继续往前再推进一步 那么逐三进一换 红方换掉 黑方 鞠杀上来 红方这个时候走了是G9平8 对 G9平8 这个G肯定是得出来的 对 在面对G9平8出来之后 其实这不起啊 黑方吓得非常的老练 是 我们看 他并没有着急走POW2平3 如果直接走POW2平3的话 红方有可能会有G8进8的手段 那进行一个交换 交换过后应该是 交换过后 那如果红方的G杀到这个点上 红方其实也挺厉害的 是 黑方肯定不愿意啊 所以他没有这个 没有这个急于反击啊 对 走的是 马7进6 他跳到一个 先等你一步 是吧 并且这个马7进6呢 还有什么效果呢 过一会儿 他会有炮7进4啊 或者一些反击手段 对 以后随时可以走POW2平3啊 对啊 是的 这个地方呢 我感觉啊 红方啊 是不是可以考虑走G6平4 会好一些 就是逼迫黑方换子 你要换掉 那么他就再飞回来嘛 是吧 这期肯定 黑方肯定是满意了 对 但是就是说 满意应该是肯定的 不过他可能不会跟你换子 我感觉 不换啊 对换了的话 那红方的这个像也飞到安全地方 嗯 这时候他是不是可能考虑 就POW2平3 哦 不换也走这个 是吧 对 那我要吃上来 你就先吃我的炮 对 我就吃你的炮 先吃炮 因为这个马6进5 我随时可以走啊 是我的全力 而且我现在可以 抛7进4 对 打我啊 嗯 那么 感觉红方还是挺有压力的 嗯 是的 他吃这个POW2平3还挺那种 挺厉害的 嗯 马7进6之后 接下来就随时会有POW2平3啊 还是有 对 随时有这样的 这时候红方如果POW2平4拆中炮 嗯 那他也是进居捉炮 对啊 那肯定进居了啊 对 这个非常难受 不能补湿 补湿 补湿 对 那等于红方想要调整阵型 还一时半会儿 不是那么理想 对 是 在这个时候呢 尤其啊 我们现在向甲实行的就是20加5 这个快骑赛制 可能呢 在布局阶段啊 这个双方面对陌生的局面啊 都花了大量的时间 对 我估计走到此啊 以才艺的这个走骑速度来说 我估计他所剩时间也不是特别多了 是 所以呢 他这个时候 为了刚才说的防止黑方炮七进四打过来 他呢 希望就是先稳健的防守 先挡住他 走了一个炮平三 对 这个其实我 我觉得他也是一个心态 也是想要求稳了 对 他大概一想 你要是踩掉的话 我飞掉 这么再换掉炮 肯定是 红方还可战 是吧 对 应该是一个军事局面 对 所以说 他是希望红方 黑方进行一个简化 对 他黑方这时候走得很老练 他这时候走个炮平三 这个时候跟刚才的炮平三 有什么区别呢 我们给大家摆一下 这时候如果红方再走G八进八的话 黑方有可能就马六进五踩掉了 对 这个好像有吃子 对 你要飞掉的话 他如果把炮给去掉 这样的话 你看我们只能吃一个 吃掉一个 并且他还有炮三进五吃马 对 就是黑方要得子了 那红方肯定这个不能接受啊 是 所以说很无奈 他当时走不上G八进八了 是 他这个棋 当时他只能G八进二看上 对 G八进二看上了 对 对 是 在G八进二之后呢 黑方是选择的是马四进六吧 对 马四进六 马四进六 是 黑方 这个 尤其把这个拐角马脱开了 并且马四进六变成穿共马了 这样的话 接下来这个马啊 就就非常快了速度啊 是 这棋其实我觉得他随时可以马六进五进一个交换 是 换了以后还可以冲中足 是 这等于说黑方这个拐角马是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很好的 对 红方好像就是蒋特这个棋好像自从红方向三进以后 对 就一直是毛鱼奔波 出于被动 对 是 所以现在应该说是局面已经倒向了黑方的有力的点 黑方满意了 优势了 是 当时他是 走了炮五平四 炮五平四 这个棋呢 确实 拐角马用的不好 可能拐角马被别人攻击 而这盘棋现在走到此呢 应该说是拐角马非常好的发挥出他的威力了 对 是 然后平炮 然后这时候 黑方选择了一个炮七平八 炮七平八 炮七平八也是非常的灵活 他呢 先手这个 准备打将 再炮八平九 如果打将再炮八平九 那么红方肯定接受不了 对 所以呢 红方也是挡了一步 对 炮三平二 然后再 再炮八平九 这种顿挫呢 应该说也非常值得我们 企业们去借鉴 是吧 对 因为顿挫了之后 他可以拘又牵制住他的炮 对 等于说红方的六路拘 还是不能随便这个升起来 是的 对 这等于拘被这个拘炮被牵制住了 对 是的 那红方当时我看 其实他也是在不断地调整 他走了一个向三退一 对 向三退一 向三退一呢 他也是 希望能够给他的炮九经四 延缓一些速度 如果不飞回来的话 炮九经四是个先手 对 又打中马 又打这个底线 也有相当的起 是 他回向 黑方我觉得这步棋 就是直中要点 对 踩到了命门 对 去八经六 去捉炮 捉炮真是好棋 正好趁红方补不起势了 是的 应该说 李鸿佳大师 在刚才大子出来之后 就是走的都是非常的巧妙 处处把黑 红方逼的是没办法 这些红方是不是可以考虑居六平四 你说这样 非常笨的看上 是吧 对啊 没办法 以后看看能不能换子 对啊 这样可能比实战要好一些 是啊 然后以后我再 对 反正有些什么委屈求全的招法 是的应该说比实战要好 对 就是说实在不行 我再 这样他是不是马六进七跳上来呢 如果就再准备踩中兵 是 这个也是挺那什么的 但是肯定比实战好 实战我们看 又换了之后 这是个交换 换子以后 红方处处被迁 你说这个狙炮被吊住 这边也是大子被迁住 是吧 还有一点就是 红方的这个一路像要丢了 等于说下向期 我们这个 首先这个 对 视像还是很重要的 是的 在物质力量里 是个很重要的一个点 对 当时黑方 打掉之后呢 对 红方毕竟刚才说的 这里还都被迁了 红方是选择了狙八进二 对 他走了个狙八进二 狙八进二 对 他是也是 他可能是什么 希望过后准备走 兵五进一 扳机 另外呢 也把自己刚才说了 都被吊住 这个问题先解决了 对 其实其实黑方 这时候是不是也可以 直接炮九进四打兵 炮九进四打兵 也完全可以 是吧 然后红方 我们给大家摆一摆这个棋 打兵的话会怎么样 有些什么战术手段没有 他是不是也过足 也过足 有可能 那么他有可能也可以 马六进五跳进去吧 这样子再跳进去 是 那他比如说就吃掉呢 吃掉 是不是打了狙三平五呢 对 有个狙三平五 打了狙三平五 我们看看 对 给大家摆一下 吃了狙三平五 那这个中马动不了 对啊 中炮好像也 难道可以走炮二平五吗 炮二平五 那马五进七将 马五进七将军了 将你电马的话 狙八平六 是是 那我狙八退一 看上呢 狙八退 那我是不是炮六进四 对 有一个进炮打 你炮六进四 对对对 那不行 这中马动不了 对 一动的话 就是这个 一动我们看 马五进七 双将军杀了 对不行 那看来就是这个 这个中兵冲过来 还也不行 速度慢 是 然后黑方 其实也是直接打边兵 也是可以考虑的 对这样的一个气 当然为什么没打呢 有可能是李鸿佳大师 前面也花了大量的时间 所以在此局面 他认为你红方的阵型 处处漏风 对 他就没必要选择 就是太激烈的 急于进去的变化 其实他这时候 甚至他可以 聚发瓶酒吃相都可以 对啊 是的 就是说红方这个 已经很凌乱了 对 他就是趁机补力手势 不是 也是非常老练 一点破绽都不露出来 对 当时红方也是索性无奈的 就直接冲入 然后黑方是马六进五 对 这个马六进五 也非常巧 当时我在看的时候 我以为 他这个比较常见的 可能是G3平五吃掉 你G8平四 他可能G8平三 这么交换 对对对 这样子也是占优势 占优也是占优 但是完全没有马六进五好 马六进五这个马太厉害了 是吧 但这个马主要是非常巧 登陆别人的险地 是吧 对 这个你还赶不走 对啊 还赶不走 我们给大家看看 这些能不能把这马赶走 对 咋赶呢 你这个 只能动一些G 动G的话过来 他就踩回来 是吧 还踩着炮 我当时还想着动向 向一进三 向一进三 他是不是也是踩回来呢 还是踩着我们这个 嗯 是 接下来 我们还必须得躲炮 躲炮的话 他甚至足五进一过 再足五进一 嗯 这样 多足 这个足还威胁到了红马 对 而且 就是 就是如果你不飞向赶他的话 我发现 这是不是还有一个 金炮串打的棋啊 哦 是不是啊 是 突然发现这么一点 串打也很厉害啊 对 是吧 嗯 那你这个兵 如果平兵栏上 那他马五进 都有灯底四的棋 灯底四都有了 是 所以当时 他当时是走了一个平兵 平兵 对 那黑帮助 G三金二 那他还是没有办法去防止吗 对啊 还是没有去办法防止啊 并且呢 他是不是可以 他G八瓶四过来 哦 不行 G八瓶四过来 小心 还得小心 他G三金一吃这个 对啊 还有G三金一吃啊 这个看 G三金一也是非常的妙 对 你要是对砍炮的话 嗯 我是不是还可以G三退一 再退回来啊 你要退居 退居 他就要打过来 打边兵 嗯 还是得丢子 对 是的 所以说这个棋还真是 就等于说 处处漏风啊 挺难受 嗯 所以说这个布局有时候 选择还真的很重要 对 一步棋走错了 就是很难就是 很被动啊 对 很快就被对方抓住这个把柄了 对 一步向三金一的还手 16屏八行不行啊 G六平八的话 他是不是 还是退回去呢 对 还是等回来 对 对 他有 他有这个走的地方 对 接下来他主要 泡酒精子打过来 马上就吃着他的这个马了 还可以蹬边向 对 所以没办法 对 他当时 忙中出错 走了一个G八平七 黑方呢 G三退一 也老练 吃掉 接下来马五退七 正好是他就吃回来了 G吃马 又服又 马吃炮 所以这个没办法了 他是先走了G八平三吧 G六平三 等于现在就白丢一个子了 对 那后面我们再简单的给骑 我们来摆一摆 对 G六平三呢 这个李大师啊 也并没有走这个 他是走了马七进八 把他的炮先吃掉 换了 如果 对 马七进五 其实他这么吃也行是吧 对啊 吃马也行 吃马可能也可以啊 吃马呢 吃马的话 他如果打僵的话 可以炮流通话 电炮 那进行交换也是可以 也是多一个 也是 所以他没这么选择 他当时选择了马七进八 对 主要优势太大了 怎么选都可以 他跳马 跳马 他G退一 退一 还有一跳 一顶 他飞了个像 这个优势下走的也是 非常的老量 地顶 马七退五 然后G八平六 正好是一个交换 吃掉 炮六进二 对 马五进七 吃四一将 对 吃四一将 上菜 他G六退三 G六退三 他这有一个进居桌 进居桌 这部啊 黑方走的也不错 他是走了炮六进一 对 这个 挑战 你正好不能吃 吃正好一反将 反将要抽居的 对 所以他只能下了一个 下了个将 下降 黑方也是很悠闲 主九进一 是吧 就是很老练的招法 对 大家可以借鉴歇习 他不是 他不是 是六进五 然后炮六平五 对 这样呢 他进多一个大子 对 同行此步呢 是走了帅五平六 他走了一个下兵 下兵 对 下兵 对 下兵他是走了 他走了一个G六平二 大家看一下这个参局 对 然后他 就是平率 这个时候可能是不是超时了 如果不超时 齐可能也输了 在这个时候 当时就赢 齐局就到这里了 当然也是黑方能多子获胜了 对 如果再走的话 他可以走炮六进五 这个也是绝杀 你看 不走的话 他G二进三绝杀 我们只试 G二平四 是五进六吧 是五进六 那他再退炮 这有些顿挫杀法 是啊 我们看看 就简单摆下 他走这个的话 他是不是可以一将 你退市 一将 绝杀 也是输 所以说也是少子又少事 对 是很无奈 最后也是获胜 好 谢谢其他朋友们收看 好 朋友们再见 谢谢观看 未经许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